这个星期来导陆市公所中基盘会上赢太平的活动 最后主办团队在导陆市博德共教会记者会 希望民众会来感受传统元宵过节的气氛 那这种美好的传统习俗 在导陆我们想要再让它恢复 以及我们远远的灯笼灯解 大家获得非常好的评价 所以老街这边的话我们一直在想说 怎么把那种灯解的味道 然后再延续过来 因为这一次是猴年 所以我跟我妈妈一起创作一个猴子的花灯 因为我们每天会有米饭可以吃 是因为农夫辛苦的在田里工作 但是呢因为很热 所以农夫会带上斗粒以及缩衣 这个是从缩衣上面剪下来的 我希望借由这个的作品可以让大家体会农夫的辛苦 它是用蛋糕纸盘来做它的尾巴 还有废弃的宝丽龙板和我弟弟的玩具车来组合 这厨华丽龙板有三条 分别由丁丹国秀丁南国秀行客纪念观出发 最后邀请到道路至 草丽龙来吃鸟 幼丁卫抹 目菜 乳闻小 在什么地方 提灯笼会最有意思 當然就是在太平老街 因為太平老街這個所謂的傳統街屋裡面 做傳統街屋是最有那種感覺的 那提到我們的主場地就是主力的土地公廟 我們土地公廟有一個主舞台 那這個主舞台就是要菜燈米 以前菜燈米在我們老街上面算是一個傳統節氣 華東非常精彩老爺 告訴主辦單位歡迎大家來東路 感受傳統過節的氣氛 繼續歡迎觀察方報道